光绪皇帝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不后让人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往认知的感受 一个封建皇帝没有任何八股之气息 即便今天社会上流行的神旧腐朽之气也全然感觉不到 没有任何官场报告常用了官话、套话和空话 更加没有假话、空话和废话 独后感到很新鲜 一个古代君临天下傲视黎明的封建皇帝 却看不到太多次以为奉天成运伟大正确的那种帝王霸气 这种气质值得称为现代人的我们深思 1898年戊虚变法 经光绪皇帝下诏 京师大学堂在孙家奈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 最初校址在北京市井山东街、圆马山庙和沙滩 故宫东北洪某县北京五四大街29号等处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1898年到191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 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和陆军学校的一片沉寂不同 京师大学堂的开学仪式隆隆之指 光绪不仅亲自为京师大学堂提写了校名 还在开学这天率着军机大臣 各部赏书一同出席 规格领域之高 着实罕见 就连纽约时报驻远东的记者怀特 也通过美国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申请 希望开学仪式这天能参加 光绪当即同意 并且表示凡是愿意参加的西方记者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要大力提供方便 而开学的前三天 似乎唯恐没有人知道 光绪还刻意嘱咐不怀川 课验了一批传单 南北京城都贴满了 一时之间 整个北京城像炸了锅一样 大小官员和市警百姓都是议论纷纷 这个京师大学堂究竟有何魔力 竟然会引得皇上和朝廷如此重视 举行完隆重热烈的相关仪式后 光绪并没有立即离去 而是要孙家奈将所有的学子们 都召集到京师大学堂的礼堂里面 光绪要做戊戌变法 和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形式报告 礼堂里面黑压压的站满了将近一千名学子 各部官员和京师大学堂的教习们站在两侧 见皇上进来后 都被扶在地上 三胡万岁 站在人群中的怀特 也微微弯下腰去 按照西洋的礼节鞠躬行礼 目光却带着些许的激动 望着缓缓走到人群前面的那年轻的皇上 这是怀特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这位纽约时报驻远东的记者 掀开了他记者生涯中 最为精彩和灿烂的一页 从一个报道远东奇闻一事的普通记者 转变成为 打开中国这个神秘而古老国度的西方媒体的第一人 很多年后 这位后来伴随着光绪皇帝度过了 无数惊心动魄的历史关口 和这位皇帝结下了深厚情谊的怀客 在他纽约的家中写道 那是北京深秋一个明亮的上午 在中国仅在第一所 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至京师大学堂内 我第一次见到了光绪皇帝 这个古老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 那时候 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 还掌握在颐和园里面 那个日渐衰老的太后 和他所信任的一大班官员手中 而这个年轻的皇帝 却选择了在这个深秋的季节 从神秘的紫建城中造了出来 走进了他一手开创的这所大学里面 他看起来有些瘦弱和苍白 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 但却是无比自信的笑容走到人群前面 平静地注视着下面的人群 那一刻 我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 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这个年轻人 竟然会是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国家的皇帝 也无法理解 他脸上那份自信和从容来源于何处 站在前名京师大学堂学生前面 光绪沉默了片刻后 徐徐说道 今天是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第一天 所谓学堂 在正看来就是研习学问的地方 我们的古人有一个传统叫做坐儿论道 今天 朕就和你们论一论这时间的道 说吧 光绪抬起右手轻轻地往下压了压 大家都坐下吧 朕也坐下 众人迟疑的片刻 都纷纷席地而坐 目光有些疑惑地望着前面的皇上 一旁的太前也端过来 一把放有明黄色坐垫的椅子 光绪一提一惊下矮 静静地坐下说道 朕从十字开始 朕的老师就在教授郑维军知道 朕亲政后 也在不断学习治国之道 世间的道或许有所不同 但是朕一直在想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 什么才是让国家振兴之道 这次开办京师大学堂 遇到了很多阻力和质疑 大家也都清楚 这其中还死了人 死的这个人叫王长义 朕一直在想 他为什么会死呢 又是谁把他逼死的呢 朕想到了几百年前 也有一个姓王的人 叫王阳明 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的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破山中贼疑 破心中贼难 所以朕以为 王长义之死 就是死于心中之贼 而这个贼 不仅在他心中 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要论清世间的大道 首先就要破除 这心中之贼 王长义 因为家贫如洗 在科举上面 又是几番落地 迫不得意 这次听说 就读京师大学堂每月 都有生活津贴 将来毕业后 还能磨得一个时缺 左思右想后 虽然心里也并不是十分情愿 但还是到京师大学堂报了名 不曾想 他的这一举动 却惹来了同住在旅店里的 其他学子们的讥讽和嘲笑 王长义为人忠红老实 也不善言辞 再加上心中多少也有些羞愧 对这些人的谩骂 更加不敢还击 只是左躲右闪 尽量回避和那些学子们见面 谁料到有一天晚上 那群学子们在店中饮酒作对 一时兴起 竟然在王长义的床头贴了副对联 上联是 笑气中心里一千 下联是 1234567 这副对联的上联缺了一个尺子 意思是骂王长义无耻 下联少了一个八 忘八 意思就是骂王长义是王八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明洁般念慎重 王长义的面子又比较薄 再加上心胸不够开阔 受了这些天无数的气 心里郁洁难浅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 想到科举失忆 就读京师大学堂又招致如此的侮辱 一时气愤之下 竟然用床单在房间里面全凉自尽了 坐在下面的学子们隐隐地发出一些窃窃私语的声音 光绪淡淡一笑 听论了一下接着说道 然而这个心中之贼究竟是什么呢 在朕看来 这第一个贼就是伪善 平常大家学习成诸礼学 学到的无非是 存天理 面人欲 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 历朝历代 靠圣人之学 仁义道德 当真者能够治国平天下了 满口仁义道德 是无法挽救一个国家的威王的 你们想想 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 你们苦苦沿袭的八古文 能够抵抗洋人的尖传利炮吗 能够改变贪腐横行 土地兼并 留民千里 国家击毙丛生的局面吗 著名节而轻实物 这里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和虚弱 再说说你们 如果这次朝廷没有下旨 让京市大学堂的学子们毕业后 能够享有科举 节地的待遇 你们能计科举而就新学吗 朕不是责怪你们 朕只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 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 也根本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空谈道德仁义 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 这第二个贼 就是守旧 说到这一点 朕想把17年前李鸿章写给公王信里的一段话念给大家 中国士大夫神进于张聚小凯之机席 五父汉族又多足蠢而不加细心 一致所用非所学 所学非所用 无事则是外国之利器为其技术桥 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经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 以为不能学 17年前李鸿章的这些话 至今仍然让朕感慨啊 17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的士大夫 乃至我们这个国家依然如故 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 天下是穷则变 变则通 今日的世事 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危局 应循守旧 故不自封 只会让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落后 越来越衰弱 长此以往 国家不国外 所以朕今日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告诉大家 朕为什么坚持要开办这个京师大学堂 就是希望在所诸君 能够破除我们心中之贼 以国家强盛为己任 不交狂 不自卑 正是现实 发愤图强 整个礼堂内鸦雀无声 连最初的借借私语都没有了 只有一片凝重的让人窒息的沉默 FIXDONMILL YouTubeStudio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